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火要低 水要动 水是动态 白虎是静态 正是根据这个原则 正道的结果 人的右手 常常在动 是我们主力在右手 而左手 是静态 但是左手 是水坎挂为水 所以坎要高 要低 这很简单的风水问题 所以洞黄花族之后 床位 的右手 这边靠墙 右手靠墙呢 就是白虎靠墙 床位 床位 不可靠白虎方 很容易失和 很容易失和 莫名其妙 他的 心里的话 也莫名其妙地 讲出来 所以你床位 这叫白虎方 好 我们就不要靠在白虎方 靠在白虎方的呼吸容易失和 我看了很多 因为这是根据先天八卦 太极 这边是黎卦 你以为火 你高了 就莫名其妙地 新火 都起来了 火 火 是燕 燕 就是 失和 这很 重要的 所以西方 各位 我们的床位 无论是 年轻老的 小孩子 的 卧室床位 也尽量 不要让 白虎方 来靠墙 一旦靠墙了 小孩子 不乖 心吻呼吸 她说 莫名其妙的事情 也发生了 而失和 这是不幸的 我们可以避免 我们就要避免 我们就要避免 有队 2